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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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公益 将众人的善意汇聚起来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无数人从中感受到了温暖与希望 周所周知 一个人的善意始终是有限的 但当有人把无数人的善意汇聚起来的时候 那么就会变成一条充满善意的海洋 可以源源不断的去温暖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一件看似平常 但是却有着巨大意义的事情 而这样具有巨大意义的事情 则是肖战一直在做的 他就是这样一位 把无数人善意汇聚起来的偶像 在他与粉丝行圣于严的号召之下 他们的公益已经取得了 数之不尽的陈旧与认可 在众多的认可当中 也有着众多的权威媒体在其中 这是肖战与粉丝最纯粹的最善良的体现 他们用实际行动去默默的传播的温暖 没有参杂任何名利在其中 就在近日的善意传播中 肖战的粉丝又以偶像的名义 通过原山里玩的成长梦想的公益活动 向学校捐赠健康体育示意间 爱心图书角一个 卫生健康基地一所 科学实验室一间 儿童学习乐园一所 他们用自己的善意 让孩子们获得了更好的学习环境 也让孩子们从小就感受到 我们中华文化乐于助人的传统 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一件事情 小兵用这些事迹也是想要表达 肖战他的善良与人品 才是值得传播的正能量 并且肖战与粉丝们 也在互相保护的过程当中 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在肖战这位正能量偶像的引导之下 将会有更多人从中受益 也会让更多路人认识到 肖战本身所运含的正能量 当然时至今日 大部分的人都逐渐的了解到了 肖战的人品和善良 这也是为什么在工作室 号召粉丝们不打榜的情况之下 肖战能够持续获得 人技榜双榜冠军的原因所在了 时光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